您好,欢迎收看111年1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迎接2022年第一道曙光,花莲县政府1号早上在七星台的赏新广场举办了元旦升旗见走活动 县长徐政卫带领个局处首长精神抖擞先生会场和上万名的乡亲奇畅国歌 欣赏太平洋浩瀚之美,也为崭新的2022年写下美好开端 迎接崭新的一年到来,花莲县政府1号在七星台赏新广场举办 2022爱恋花莲元旦见走云树光升旗典礼 县长徐政卫除了与乡亲分享县府多项国家建设奖肯定以及赞金之外 并且协同立会复婚企与花莲乡亲共同升旗高唱国歌 漫步在七星台海岸海滩 精神抖擞的共同迎接2022年第一个美丽的早晨 我要谢谢所有的乡亲对花莲县政府的支持以及信赖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做 让花莲在大家攜手同心之下能更加的茁壮更加的美丽 迈向我们世界17项这个永续指标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花房部的前面的这个我们的围墙70米 我们要谢谢花房部跟花莲县政府来合作 也请我们东华大学一色系的师生一起共同来创作 成为现在打卡的热点 等一下我们见着完毕以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彩绘 的围墙上可以来来这个打卡 另外花莲还有非常多旅居在国外以及在国外阳明国际的艺术家 回到花莲来展出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回家 希望艺术家能够回家让花莲人感到荣耀 而让花莲人看到我们的家人在国外为台湾争光为花莲发亮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111年的元旦我们相聚在一起 来银鼠光来升旗来建筹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云南建筹结合金坛的活动 从赏金广场出发 迎着自行车道走到潮金渔场 并且回程到金星坛进坛 全省来回约2.8公里 让大家能够距离欣赏太平洋壮阔的浩瀚 感受花莲的金星坛美景以及新鲜空气 舒展身心之外 同时也肩负维护海洋生态以及海岸环境的清洁美化 共同守护台湾最美丽的金星坛海湾 记得终于新鲜江湖岛